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深投資 我是飛行師 中文貞 今天是11月16號星期四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 那昨天晚上的台股 還是強勢 昨天晚上的美股四大指數 一樣持續在上漲 甚至有一點 要去挑戰歷史新高的味道在 所以昨天晚上的 台子夜盤也是上漲了36點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這段行情你不要去預設立場 因為真正個股的行情 現在才開始 很多人會覺得說 漲了500點 我不敢進場 我再等等 有回檔我就進場 接著漲了1000點 我再等等 等一下有回檔我再進場 接著就是1200點 今天可能又會賣強1300點 就是說在這種確定升息結束 一直到下一次降息 就像我講的 市場會進入一個極度樂觀的狀態 你要等回檔 搞不好真的完全不回檔 所以我昨天就跟大家講 這個時間點你進場絕對不嫌晚 為什麼不嫌晚 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說 所以其實你去看 我簡單帶大家看一下美股 其實說你去看美股 這兩天的走勢你就會知道 市場現在是極度的樂觀 極度的樂觀不是什麼壞事 就代表說整個市場現在是存在 對於降息的預期心理 你去看 因為昨天公布的 PPI生產者物價指數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說它也是低於市場的預期 你去看 道雄有沒有 其實我當時 其實你去看這樣子的走法 你就會知道美股是非常的強勢 所謂的強勢不是說都不回檔 而是說在CPI公布之前 其實它已經提前反應過了 如果說市場沒有預期心理 它不可能會漲這一段 重點最誇張的就是 就算市場已經提前反應了CPI CPI開出來 就算只有低於市場預期的0.01 照樣又在噴 照樣又在噴 等於是說 它已經提前反應過這一段利多 等利多實現之後又再噴一段 這是真正非常強勢的走法 NASDAQ一模一樣 更強勢直接用跳空的方式上去 廢半指數 昨天繼續在創高 繼續在創下短線上的新高 這也是 先反應過一段 CPI開出來再往上去跳空 所以我跟大家說這個時間點 其實指數你說上萬七上萬八上萬九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現在的個股 要賺就把握現在 而且就像我講的 為什麼我說現在進場絕對不嫌晚 其實你只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你說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說 現在進場絕對不會太晚 絕對還來得及 我這樣問大家 台股到昨天已經漲了一千兩百點 漲了一千兩百點 大概是兩個禮拜的時間 漲一千兩百點 那你問自己 不要騙自己 你覺得有漲一千兩百點嗎 你覺得真的有漲到一千兩百點嗎 就以體感上面來講 不要騙自己 沒有對不對 絕對沒有 因為說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講 你不會覺得這段行情 已經漲了一千兩百點 除非你有買到特定幾檔 像是我們的川湖 像是我們的世新 我們的秦城 或是說近期比較熱門的 整個想像空間比較大的威盛 買到特定這幾檔 你才會覺得 指數真的漲了一千兩百點 但是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講 我相信大家的心聲都一樣 指數漲了一千兩百點 我怎麼覺得一百點都沒有 是吧 非常多最近 最多投資人打電話來的問題 就是這樣 怎麼漲一千兩百點 我怎麼體感 連個一百點都沒有漲到 結果跟大家說 這不是你的問題 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現象 因為如果說 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講 你沒有買到特定的幾檔強勢股 真的就是有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就像我講的 大部分的漲點都是在全值股 好 既然說大部分的漲點 都在全值股 跟集中在特定幾檔股票 代表什麼 代表你現在進場絕對來得及 你如果說有這樣子的感覺 我跟妳講 現在進場剛剛好 就是像我講的 就是帶你後發限制 因為真正個股行情 現在才要開始 否則你去想 為什麼漲了一千兩百點 你沒有感覺 真正的多頭行情 絕對不是長這個樣子 真正的多頭行情 絕對不會說 你沒有買到特定的 這三五檔股票 你就感覺不出來 現在是多頭 不可能 真正的多頭行情是 假設說 假設說記憶體好了 假設說記憶體 你隨便閉著眼睛敲一檔記憶體 都會賺 賺多賺少而已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說 記憶體族群裡面唯一搶的 可能就是特定的一檔 威鋼 滑邦電 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我跟大家說 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這裡 就像我們昨天所講的 你說現在進場會不會 會不會太晚會不會太慢 真的還有空間嗎 我跟你講 現在進場才是最剛好的時間 而且你現在進場 你相信我 只要股票買對 你的報酬率絕對會贏過 在底部進場投資朋友 你去想 這一段1200點 但是如果你去買偉創 買廣達 買技嘉 可能連1%都沒有漲到 是吧 所以這一段其實主要就是在拉抬權值股 配合上幾檔特定的股票而已 但是真正百花齊放的行情 從加權指數開始震盪之後 才會正式的展開 尤其是像我昨天講的 它會一路噴到農曆年 你去看 很多人會擔心說 就算說現在 聯儲會升起的機率已經非常非常低了 大概連5%都不到了 連3%都不到了 那大家就很喜歡講 萬一又升起怎麼辦 假設又升起怎麼辦 搞不好還會升起 是吧 那我就跟大家說 萬一 我們就來抓這個萬一 萬一萬一千分之一的機率 萬一真的升起怎麼辦 我跟你講 一直到農曆年不可能會發生 就想你去看這個時程表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說 我們就是一路賺到農曆年 12月份 這是12月份 下一次CPI什麼時候公佈 下一次CPI公佈是12月12號這一天 但是問題是12月份的利率決策會議 是在12跟13號去召開 召開12跟13號召開利率會議 隔一天14號是公佈利率會議結果 那你覺得12號晚上的CPI公佈 一公佈聯準會有可能在短短的一天 時間就改變他們的風向嗎 絕對是不可能 所以14號的利率會議結果 它一定是根據11月份的CPI 下去做決定 那11月份CPI這麼漂亮 怎麼可能會升息 所以基本上12月份不可能會升息 可以說是0 升息機率是0 接著最有可能升息的時間點 可能會是在明年的2月份 1月份沒有利率會議 所以是在2月份 如果說真的萬一要升息 是在2月份 但是重點來了 2月1號公佈利率會議結果 隔一天星期五 再來星期六星期日 星期一 2月5號台股封關日 所以你去想 假設真的有這麼一個萬一 聯準會在2月份要升息怎麼辦 升息就升息 聯準會升息我們去放年假了 台股已經進入了封關了 是吧 等我們放完年假回來 利空也剛剛好消化完畢 所以這不是一路賺到農曆年嗎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把握現在的機會 從昨天開始 昨天這個CPI出來之後 從昨天開始一直到農曆年 我會跟你保證 聯準會絕對不會再升息了 市場就會非常樂觀 所以你去看股票 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te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我們昨天有推出一個活動就是 後發先制188的活動 後發先制188 什麼叫做後發先制 就像我講的 你在之前1000點沒賺到 1200點沒賺到都沒關係 而且我跟你講這是正常現象 這是正常現象 而且反而說你在現在進場 會比你在1000點前進場 還要來得好 因為你去看1000點進場 你如果沒有買到我們特定這幾檔 你有進場跟沒進場不是一樣 是吧 821點的行程 來 你去看 這就是特定幾檔 如果說你沒有挑到的話 你不會覺得大盤真的這麼強 但是如果你有挑到 大盤這段漲勢 你一定是跟得上 水冷系列伺服器的飢渴 重點還是在於說數字 2024 12到13 好 這段下跌就像當時所講的 他就是在亂跌 ETF的賣壓被大盤拖累的賣壓 跌下來產業數字不變 就是最好的買點 當時我就這麼講的 現在的跌幅就是你未來的獲利 有沒有 真的就是你未來的獲利 就像我們當時講的 現在跌多少 你未來就是會賺多少 有沒有 完全證明足足40% 我們的行程已經足足賺到 將近是40%了 你去看在這個位置 180元上下進場 昨天最高247 而且差一塊錢就要創歷史新高 這個隨時都會上去 再差一塊錢就創歷史新高 248 有沒有 夠強勢吧 這是我們當天給會員的訊息 10月24號 821年的行程 今天可以去買進 這是給我們內部會員的訊息 就是這裡 10月24就在這裡 因為很多人說不可能 不可能會買在這裡 這裡太誇張了 我給會員訊息 真的就是這樣 足足賺到昨天 將近是快要過錢高 再來繼續來看 2059的川湖 川湖也是 我一直跟大家說 川湖就是未來的千金股 川湖就是未來千金股 AI伺服器的倒軌 寡占性很強 寡占性就代表本益比可以再更高 既然本益比可以再更高 只有14倍 非常便宜 所以這段跌下來 我們在什麼時候進場 700元上下進場去買進 700元上下進場去買進 真的不誇張 買完隔一天 小幅震盪一下漲停板 連續兩天兩根漲停板 一直到昨天 有沒有在創短線新高 892元 將近30%的獲利 也是足足將近30% 這也是早晚都要上千元 那你說這裡賣很誇張 怎麼可能 11月3號 2059的川湖今天可以買進 這也是我給我們內部會員的訊息 就是這個位置 11月3號往上拉 所以其實你去看 這1200點的行情 其實如果有抓到股票 真的很好賺 30 40%這樣 這些漲幅都是30% 40%起跳 這樣再賺 好 但就像我講的 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講 你沒賺到 你也不用覺得可惜 因為如果說 就一般的投資人 我覺得正常 我沒有賺到就是正常 因為畢竟說 就是集中在特定幾檔股票 你如果沒有去挑到 真的就是會無感 那就像我講的 你如果說在1000年前 沒有進漲沒有關係 因為真正的行情 現在才開始 我這樣說 假設 假設說好 你在1000點的底部 底部你就去買偽創好了 底部你去超級偽創 然後一直上來 到大盤漲了1200點 可能完全沒有漲 但是你說你就算錯過了1000點 你在昨天跟前天 你隨便去買一檔 華碩 或是說雙紅 或是說台藥 其實你就可以完全贏過 在1000點的底部 買這些股票的人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就是要帶大家來後發先至188的活動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怎麼都1200點 好像都無感 因為你去看媒體或一些報紙 你會覺得 怎麼股票都這麼強 1200點怎麼全世界都在賺錢 只有我沒在賺錢 是吧 你去看什麼網路 去看什麼媒體 一定都是這種感覺 怎麼全世界都在賺 就剩我一個人沒有在賺 這些都是包裝過的 真正的感受 就是像你現在這樣 大部分的股票其實都沒什麼漲到 但我覺得說這是好事 因為這代表說我們的機會都還在 是吧 我們的機會都還在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一直到農曆年 真的沒有什麼外在因素可以干擾 我就是帶你一路賺到農曆年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我們的活動就到本週截止 後發先制 帶你說現在進場 績效跟報酬率 卻比在1000點前進場的 還要再更好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私訊我們的Light 小老鼠W178V178 今天有什麼股票需要注意 廣告回來再告訴大家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現在的台子期或是漲了 大概是45點左右 所以今天預計 排股可能會小幅上漲 或是說小幅度的震盪 那我覺得敗息會結束 有機會再往上去噴一段 因為敗息會結束 如果說回答宣布說 他們正式的晶片 或是說要出貨給中國的一些新晶片 一定會再噴一段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不用去期待回檔 因為在市場這麼樂觀的情況下 要回檔很難 頂多是休息 但是你說要回檔 真的很難 好 所以你說 什麼叫做後發現制 我剛剛帶大家來看 其實因為說這一段的行情 大部分是輪漲 除了說輪漲以外 就是全部都集中在全資股上面 所以其實你就算就算 本週才進場 就算這個禮拜一才進場 其實挑對股票 你也會贏過在前一週進場的投資人 因為說這種行情叫做輪漲 不是說全面的起漲 所以你看 2357的華碩 你看假設你是本週才進場 本週才進場買華碩 一根漲停板 我跟你說這一根漲停板 大概贏過八成的股票了 你說大盤這樣嗎 假設說你在這個位置就進場 但是有過半數的股票 其實完全是沒有跟上這段漲幅 你如果說在本週 你隨便去敲一檔華碩 買一檔華碩一直到昨天 到了405塊 其實你已經贏過在前一週就進場 但是買錯股票的投資人 這個邏輯沒有錯 如果前一週進場但是買錯股票 那你在本週才進場 足足落後了兩個禮拜 落後了兩個禮拜 但是你的報酬率 絕對會贏過其他人 所以這就是現在行情 我覺得說是 現在行情友善的地方 就是不會說你錯過了 就沒得賺 因為說現在的行情是輪漲 輪漲就是你錯過A還會有B 錯過B還會有C 所以現在進場剛剛好 後發限制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有這樣子的感覺 說怎麼感覺起來 全世界就剩我一個人沒有在賺錢 美股大家在大賺 台股大家也都在大賺 就剩我一個沒有賺 但其實大家都是這樣 所以我就是要帶你解決這個困擾 直接打電話進來或失去我們的Light 我們的活動就到本週五 所以把握機會 以今天來講 其實你去看 很多的股票像雙紅 我覺得雙紅 短期內奇紅要再超越雙紅 難度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其實這完全就是符合我們之前所講的 當時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去論2024的數字 2024真實的數字 雙紅它一定是大於奇紅 當時我一直在強調這一件事 雙紅的數字是優於3017的奇紅 你說為什麼奇紅當時 股價能夠比雙紅還要來得高 就像我講的 因為雙紅伺服器 AI的比重 比雙紅還要來得高 好 齊紅他就是靠 AI的比重高 去拉高他的本益比 所以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就算齊紅的 數字比雙紅還要來得低 但是他的AI佔比高 所以他的本益比高 本益比高 股價就會被推升 所以這一段 他之所以能夠超越雙紅 靠的就是本益比在推升 但是昨天雙紅的法說會也說了 雙紅的法說會也特別強調 在明年的AI比重 會大幅度的增加 而且水冷式的散熱 會成為雙紅在明年 主要的獲利動能 代表什麼 代表說現在雙紅在AI的營收比重 也開始慢慢跟上了奇紅 如果說雙紅跟奇紅 都有AI的色彩在 那雙紅的股價 注定就是會比奇紅還要來得高 因為他的數字就是比較漂亮 所以你看是不是 這個位置就一直告訴大家 雙紅留意 而且只要說數字不變 雙紅早晚都會超越奇紅 是吧 今天很快就會再創高 今天創高機率應該是滿高的 雙紅 其實說這個邏輯就像當時的 創意跟世新 是不是創意跟世新 當時創意的股價是比世新還要來得強 當時我就一直強調 我們去看2024的數字 世新的數字絕對比創意還要來得高 創意之所以在之前 它的數字能夠超越世新 主要就是因為台積電的光環 就台積電的光環而已 但是只要說業績持續反應 世新的股價一定超越創意 是吧 真的是完全驗證這件事 所以在這個時間 以世新來講 因為說昨天 我們在前一天的盤後節目 有特別提到 世新確定被納入MSCI 就不用再去追了 它的利多就已經出來了 有沒有 昨天真的是殺一根半根跌停板 我覺得說世新拉回來 可以去找買點 好 這邊也特別講一下就是說 3661的世新 以長線來講 我覺得它會成為歷史股王 歷史股王 它會超越大力光最高的價格 為什麼 我有放在我的LINE裡面 大家可以去看 大家可以先記住這句話 世新它有機會 成為歷史股王 好 我們繼續來看 所以像世新這一塊 就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2388的微盛 一樣是偏短線操作 只要說有賣壓 或是說稍微有一點 開高走低留個上癮線 就可以先出場 因為畢竟這種股票 數字還沒有到非常的成熟 主力色彩也比較重 所以只要有一點賣壓 就可以先出場 沒有問題 再來像是其他的 梁德電 梁德電其實也是 這個位置 它的位階真的是不高 它的位階不高 它也是有機會再往上攻 還有像是 6290的梁維 梁維也是你去看 每次拉回來都有買盤 拉回來都有買盤 它在10月份的獲利 沒有像預期想像中的好 其實主要是 它的一些產品 有遞延到第四季 所以它的營收沒有消失 只是往後遞延 既然是往後遞延 這部分就會持續去做留意 還有昨天講過的汽車版 汽車版要持續去做留意 因為其實Tesla近期的反彈幅度還不錯 整體汽車版來講 庫存消化完畢 即將也要復蘇 見頂有機會再過高 再來就是說 2355的進棚 進棚也是 進棚也是有機會再往上過高 所以這種位階比較低的汽車版 都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所以其實你仔細去看 整個盤面的結構 你就會知道 至少有2 3的股票 都還沒漲到 有2 3的股票都還沒漲到 代表什麼 代表說你現在進場 你的機會至少還有2 3以上 是吧 所以把握機會 後發現至188 就是要帶你說現在進場 績效卻贏過在之前進場的投資人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的LINE 謝謝大家 급討論 不 susp mem 谢谢大家